花蓮艦消防局昨日下午18時許 接候民眾報案 發生山域意外事故 一行登戰隊伍共3人 預計9月26日由台東向陽進入 9月30日由花蓮瓦拉米出 由於山陀的颱風入侵 一行人行經瓦拉米3.1K處時 因路徑上河道的水勢穿擊而無法通過 請求本局人員協助撤離 經本局以電話及訊息聯繫報案者 確認受困者資訊後 地級集結收救人員 共9位先遣地面救援人員 於今日清晨於玉璃分隊集結 入山後約8時許與受公民眾會合 約10時許將受公民眾成功救援 並平安下山